卢壁颱风虽然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但是路径急转弯 台中市和平区六号晚间风雨交加 高山苹果园出现了大量落果 详细的情况连线记者林书宏 是的主播各位观众 台中市和平区福寿山的苹果园 满地都是苹果 有的外观就呈现红绿色 眼看就快要成熟 没想到就碰上林业的狂风暴雨 六号晚间和平区宣布降雨量达标 七号全区停止上班上课 福寿山工作人员 清晨来到苹果园巡视 就发现眼前这片惨状 出不统计大约有四到五成的苹果 经不起长风好雨 最后变成了落果 工作人员无奈将近半年来的心血 全都附诸流水 由于国园早期周边都会栽植 松山等高大树木 多多少少形成了防风保护 才没有让强劲的风势 造成更严重的损失 另外在台八县 台基甲县 以及福寿路等山区连外道路 雨雾容易造成失线不良 而且预计山区这两天雨势 才会逐步趋缓 因此福寿山农场也特别提醒游客 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前往山区 同时还要做好防災准备 以上是目前长的资讯主播